欢迎来到我们的科技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将带来三个重点新闻 首先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承诺将领导 全球生成是人工智能i技术使用的国际规则之地 并宣布成立广岛i 进程朋友小组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 建立i安全可靠使用的指导方针 接下来TikTok与环球音乐集团 UNG达成新的授权协议 将包括泰勒、斯维夫特、BTS、德雷克等流行艺术家的音乐 带回短视频平台 配议协议也预示住对UNG歌曲作者和艺术家的更好报酬 以及对生成是i的更多促销机会和保护 这后美国公司在4月份的招聘计划 创下自2016年以来的新低 这反映出美国劳动市场在面对更高的利率 通胀压力和经济不确定性时正在降温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当今这个日益依赖科技的时代 各国领导人和企业都在寻求如何在创新的同时 保护消费者和公民的最佳途径 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承诺领导国际人工智能i规则的制定 到政治运动中i使用的指南 在到TikTok与环球音乐集团UNG之间的新协议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的主题 在迅速发展的科技领域中 寻求平衡和责任 根据日经亚洲的报道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 部长及理事会会议上发表讲话 表达了他对领导全球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使用规则制定的承诺 岸田宣布成立广岛而i竞争朋友小组 旨在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 建立了i安全和安全使用的指导风筝 这个小组的成立是对i技术滥用潜在风险的回应 例如假消息的传播 岸田还承诺将与其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 在气候变化和全球贸易问题上合作 并扩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成员范围 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经济体 华盛顿邮报提供的报道 则从政治运动的角度出发 指出政治运动在使用i接触选民时应谨慎行事 来自拜登和克林顿竞选团队的老兵们组成了政治团体 Zinc Apps用建了一份指南 旨在帮助竞选活动在选举中导航i的使用 该指南指出竞选活动在使用i工具时 应始终保持人在回圈中 不应依赖i来取代员工 竞选活动还应对其使用的i进行透明化 应在使用时明确标注 该指南鼓励竞选活动制定应对计划来对抗深度伪造 并在使用上i时小心避免侵犯隐私 Zinc Apps还建议竞选活动 并愿望i执行内部任务 如创建个性化信息 总结数据和草拟社交媒体帖子 安华早报的一篇文章则聚焦 与TipTar取环球音乐集团U-NG之间的新协议 这不仅为流行艺术家包括泰勒、斯维夫特、房坛、少年团 和德雷克等人的音乐返回这个短视频平台 铺平了道路 还为U-NG的歌曲作者和艺术家带来了更好的报酬 以及更多的推广机会可对生成是人工智能的保护 双方表示 他们正努力使U-NG艺术家的音乐实时回归 TipTar并承诺与U-NG合作 从平台上移除未经授权的艾生成音乐 这些报道共同描绘了一个正在形成的全球画面 即在追求科技创新的同时 也在寻求确保责任和透明度的方法 从国际政治到选举竞选再到娱乐行业 这一致而来的使对其潜在影响的关注和规范的需求 规范的需求的影响的关注和规范的需求 在这个迅速变化的世界中 这些努力显示出一种平衡创新与保护的愿望 这将是未来科技发展的关键 在金融市场的波涛之中 股票市场总是充满了故事和转机 最近的动向揭示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发展 从科技巨头的业绩预期到中央银行的政策决定 每一件事都密切影响着投资者的心态和市场的走向 The Globe and Mail报道了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 Thompson Reuters Corp宣布其第一季度收入上涨了8% 达到了18.8亿美元 超出了华尔街预期的18.5亿美元 更令人振奋的是 I公司还上调了其全年收入预测 这归功于其核心业务的强劲表现 以及对人工智能II的增加投资 Thompson Reuters计划投资约100亿美元用于收购II公司 并已在第一季度完成了两笔交易 公司CEO Steve Hasker表示 Thompson Reuters将继续投资于内容驱动的技术 以转变专业工作的方式 与此同时 Yahoo!US报道了美国股市的积极走势 随着联邦储备委员会决定不提高利率 投资者的情绪明显改善 美国股市呈现上涨态势 标普50 0指数上涨了0 6%到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0.5%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了0 市场现在将注意力转向苹果的财报 和即将发布的月度就业报告 有担忧声音认为 苹果的财报可能会显示收入下降和中国iPhone销量下滑 此外 Yahoo!US还报道了美国股市期货的上涨情况 在经历了5月1日对联邦储备委员会政策决定的焦虑等待后 5月2日美国股市期货出现上涨 标普500 期货上涨了0.7% 和5月3日将发布的4月份就业报告 这些报道揭示了股市中的多个关键动向 从公司业绩到宏观经济政策 每一个因素都对市场情绪和投资决策产生重大影响 Thompson Reuters在i领域的大手笔投资 不仅展示了公司对未来技术的信心 也可能为股市带来新的增长点 为市场下做准备 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利率决策 和苹果等科技巨头的业绩报告 都是投资者密切关注的焦点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和机遇的市场中 每一个动向都值得投资者仔细分析和思考 在最近的一系列事件中 音乐和社会运动的世界都经历了重大的变化和挑战 从TikTok品与Universal Music Group UMG之间的版权纠纷 到哥伦比亚大学学生为加沙地带的和平而抗议的行动 我们见证了技术、音乐产业和自由言论权利的交汇点 如何塑造我们的文化和社会 首先The Independent报道了 Universal Music Group和TikTok之间达成的新版权协议 标志着双方在版权费用和人工智能使用方面的争议得到了解决 此前 因为双方在版权问题上的纠纷 Universal从TikTok平台上撤下了其授权的音轨 今的协议被描述为多维度的 不仅包括为艺术家和作曲人提供更好的报酬 还在人工智能的使用上设立了行业领先的保护措施 这意味着像Taylor Swift Fatality Eilish和Ariana Grant这样的艺术家的歌曲预计 将在接下来的两周内重新出现TikTok上 与此同时 奥吉西尔报道了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 发生的一场为加沙地带团结的抗议活动 学生们在校园内设立了加沙团结营地 呼吁从以色列撤资并要求在加沙地带实现完全停火 白尔哥伦比亚大学选择报警 将这种抗议行为视为一种扰论公共秩序的行为 这一行为导致超过100名学生被逮捕 但这反而激发了更多的抗议活动 全国各地的大学校园内相继出现了类似的营地 在版权协议方面 The Global Mail也报道了 Ung和TikTok卡成新的许可协议的细节 在经过三个月的争议后 双方终于达成协议 意味着Ung旗下的艺术家 包括Taylor Swift TechLate和Billie Eilish 将会回归这个社交媒体平台 这项协议不仅为Ung的艺术家 作曲人和标签带来了好处 还将看到两家公司在推广活动和货币化机会上进行合作 Ung表示 它一直在推动为其艺术家争取适当的补偿 同时也要求采取措施 保护他们免受人工智能的有害影响 并确保TikTok卡用户的在线安全 那些事件反映了在全球化和数字化时代 音乐、科技和社会运动之间的复杂互动 无论是在维护艺术家权益 推动社会正义 还是在保护言论自由方面 我们都看到了个人和组织如何在面对挑战时采取行动 那些故事不仅展示了冲突和争议 也展示了协商、合作和社会变革的可能性 接着技术的发展和社会意识的提高 我们可以期待更多这样的故事出现 共同塑造我们的未来 在纽约的法庭上 前总统特朗普一纽约封口废案而再次成为焦点 《独立报》报道 经过在威斯康星和密歇根的竞选活动后 特朗普返回曼哈顿刑事法庭 继续接受审判 已经听取了包括前特朗普修理工迈克尔科恩的银行家 加里、法罗和前色情明星斯托米·丹迪尔斯 以及卡伦·麦克·杜格尔的前律师基斯·戴维森的关键证词 值得注意的是 法官胡安·梅尔查将考虑特朗普违反禁言令的四项新指控 并警告特朗普如果他继续公开抨击审判的关键参与者 可能面临监禁处罚 在科技领域 经济学人揭示了一场可能颠覆谷歌搜索霸主地位的战役 特朗普新尔爱初创公司Perplexity的共同创始人 帕拉文德·斯里尼瓦斯正将目标瞄准谷歌 旨在通过提供快速类似维基百科的回答来满足用户的搜索需求 斯里尼瓦斯 这位曾在OpenUp爱和谷歌的DeepMind之喜的年轻人 认为Perplexity的回答引擎挑战了像DeepMind这样研究导向的公司的传统架构 他利用创新者的困境概念来指出 阿尔法贝特Alphabet的致命弱点 暗示谷歌可能会被像欧可纳爱的XGTT He和You Come这样的生成是I网站所威胁 然而经济学人认为 真正的颠覆不在于技术 而在于商业模式 在经济领域彭博社报道了一个令人关注的现象 美国公司在4月份宣布的新聘用计划数量减少 但是自2016年以来头4个月中最低的数字 根据Challenger Great Christmases数据 上个月公司计划聘用9 802名员工 这是自2013年4月以来的最低数字 同时计划裁员的数量也下降了28% 从3月的64 794降至28% 这些数据反映了美国劳动市场的冷却 随着企业面临更高的利率 通货膨胀压力和美国大选前的经济不确定性 招聘计划明显放缓 这三则报道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当前 全球面临的挑战和变革 从政治到科技再到经济 每一个领域都在经历住前所未有的变化 特朗普的审判、技术的崛起以及劳动市场的变化 都在提醒我们 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 都必须准备好迎接不确定性 并在变化中寻找新的机遇 在当今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中 从汽车到电影再到科技巨头的法庭辩论 我们见证了创新、艺术和法律之间的激烈交锋 这些故事不仅展示了人类对于进步的渴望 还彰显了在追求卓越的道路上 我们必须面对的挑战和责任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的Global 没有报道的ACURA的15款电动车 ACURA ZDX Type-S这款车 不仅以其平滑的设计和强大的性能吸引了人们的目光 更象征住ACURA在电动车领域的大跃进 售价超过9万佳人的GDX Type-S 擁有500马力和544磅英尺的牛举 几乎与NSX超级跑车的马力相当 牛举更胜一筹 这款电动按锡负易的推出 不仅标志著ACURA和通用汽车合作的终结 也象征住Honda将自主发展电动车平台的新开始 随住Honda在安大省投资150亿家园 建设4家新的电动车工厂 ACURA的这一步棋 无疑为加拿大的电动车供应链 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整合和效率 管向娱乐行业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的报道 带我们进入了好莱坞特级世界的幕后 David Lee Chin 好莱坞特级人员 现为Fall Guide的导演 希望通过这部电影 重新定义特级工作在电影产业中的地位 V车越来越多的人一样 呼吁奥斯卡增设特级表演奖项 以表彰特级人员在好莱坞历史上的重要贡献 从汽车追逐到屋顶跳跃 特级人员为电影世界创造了无数难以忘怀的场面 Fall Guide不仅是对特级工作和片场生活的幽默致敬 也是对那些在幕后默默奉献的特级人员的一份敬影 最后The Globe and Mail的另一篇报导带我们进入了 Google面临的美国市场力量审判的法庭内 美国政府指控Google利用非法手段维持其市场主导地位 这场于9月12日开始的审判 这旨在遏制主要科技公司市场力量的五起案件中的第一起 法庭将决定Google是否违法 因考虑可能的处罚 Google便称其搜索引擎之所以受欢迎 是因为其优质的服务 并强调不满意的用户可以轻易转向其他选项 这场审判不仅是对Google的一次挑战 也是对科技巨头在数位时代影响力范围的一次重要解释 这些故事从汽车的电动画转型到电影科技的艺术 再到科技巨头的法律辩论 梦同绘制了一幅关于创新艺术和责任的复杂图景 他们提醒我们在追求卓越的同时 我们也必须面对挑战承担责任 并尊重那些在这个过程中做出贡献的人 下面播报的内容是六读团队 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读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读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 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W4 康明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读简报